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他能够让人在黑暗之中看见光明 尤其在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面对一个极数变动的年代 当时有许多的文学家跟诗人 透过他们的文字来抚慰 在乱世之中浮躁不安的人心 距今一百二十二年前的明治年间 在日本东北的岩守县 诞生了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作家 他就是公泽贤智 对你来说 幸福与快乐是什么样子的模样呢 公泽贤智用他的文字 让许多的人在困境之中 找到的温暖与希望 今天的七出来读书 让我们通过公泽贤智 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也就是银河铁道之夜 带你来看看到底百年之后 为什么他的文字 还具有深深的信任 抚慰忍性的力量 银河铁道之夜 是日本作家公泽贤智 于1934年出版的 著名童话代表作 书中描述一位贫困的孩子 乔凡尼 意外搭上一台 在银河轨道上行驶的列车 途中遇见许多难以置信 美丽又奇异的景象 这趟旅程一切的种种 在乔凡尼醒来之后 才发现原来所谓的银河铁道 是带领死者的灵魂 回归天国的哀伤列车 公泽贤智充满 唯美幻想色彩的独特描写 直到今天还深受大家喜爱 但作者在撰写本书 草稿阶段就过世了 于是结局的未完成式 也被誉为永恒的天书 这样一本经典著作 在同学眼中又能看到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学校 就是位在台北市四寿山 上山上的永春高中数位实验班 听说他们在看过书籍 与影片后都感动不已 一起去听听看吧 各位朋友们好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永春高中 来跟大家聊一聊 好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书是什么书 《平和铁道事业》 你们都看了吗 我怎么怀疑 好 所以你们都看了这本书了 然后你们有自己的想法 要不要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自己看这本书 你们觉得他在讲什么 有没有要跟我分享 有没有 你最快 梓亮 我觉得是一个人心的一个过程 就是主角乔巴尼当初就一直在想说 到底怎么获得幸福 可是他真的上了那个列车之后 我觉得他应该体验到 他其实自己还蛮幸福的 因为上面真的有很多 遇到不太好的事情 然后所以他才搭上面那辆列车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种 就是人对幸福的定义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是 好 谢谢梓亮 谢谢 梓芊 你能来跟我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这本书 他主要是在讲一个人生的经历 就是有点类似 人从生到死之间的过程 然后在过程中 他遇到非常多的事情 当然包括友情 亲情 爱情那些 然后也让他体验到 人生的不同的那一面 是 对 就让他体验到很多人生 他不曾体验的事情 然后也让他得到体验 虽然他最后是脉象死亡 如果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乔帆尼 乔帆尼在书里面 他要不要告诉我们大家 他几岁 13 十三岁 所以你们现在比他还要年长 对不对 那你认为你坐一趟火车 就可以了解人生的意义吗 有没有办法 你坐高铁去高雄 有没有办法了解人生的意义 来 仲姐 你觉得呢 你觉得你坐高铁去高雄 有没有办法了解人生的意义 有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速度太快 就只能 眼外的风景都没办法一一的看清楚 而且都在睡觉 会忘了小心 对不对 《银河铁道之夜》到底在讲什么 如果你们认为你们看得懂 你现在目前觉得 你看得懂这本书的就举圈 看不懂的就举叉 非常好 而且是看不懂的比较多 我觉得这非常好 因为这本书被工程闲置的作品 几名认为是永恒的天书 天书就不能随随便便让人家看懂 对不对 但是我一定要先问看得懂的人 来 那永卿呢 你觉得你看懂哪些地方 就是他本来是在找幸福的定义是什么 可是他最后还是扣到生死 所以就是可能对他来说 生死不一定是一种 不一定是一种尽头 可是是幸福的开始 所以死亡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开始 是 这是你看懂的部分 有没有看不懂 要不要跟我分享 有没有 浩军 你觉得你哪里困扰的 看到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感觉 像一开始他到银河铁道的时候 就觉得好梦幻喔 好像很特别 结果越看越就是越走向死亡 就发现那台死亡列车 就是原本是很美好的 结果到最后发现这不是这么的美好 然后也不知道他就是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对 对 我觉得很好 每次看都不同的感觉 是 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其实你也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 第一时间去抓住说 到底他想要跟我讲什么 其实全世界的读者 都一样的问题 就是他们读这本书 走着走着走着 忽然碰触到 生命跟死亡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去思考 他到底跟你讲什么 然后就开始 书就变得很难了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觉得很想要放弃他 有没有觉得为什么要来参加露营的感觉 对不对 这是一定 这是正常的好不好 那银河铁道之一 它里面呢 它有几个重要东西 把它拆解出来 第一个就是晚上 晚上发生的事情 因为晚上才看到银河 好 第二个是火车 那第三个 你们已经有讲到了 从生到死 你知道 因为我们是有文化隔阂 你要知道说 我们看书是有文化隔阂的 所以我们不了解 但是日本人 几乎大部分一看了书里 他大概就了解 他翻几页他就知道 这个列车是从哪里开到哪里 从南十字到北十字嘛 对不对 实际上如果说 你们有没有跟阿嬷或是妈妈什么的 到庙里面去拜拜 有没有 有 有 你们有没有看过里面有一个 南斗新军跟北斗新军 有没有 有 没有 不会注意这个嘛 这是正常的好不好 南斗新军他管生 生命 北斗新军管的是死亡 这个异象在东方文化里面很明显 但是第二个 最有趣的是他挑了一种交通工具 他挑了什么 火车 对 如果你们觉得要从生命到死亡 你们要挑一个在银河上奔驰的东西 你们会选什么交通工具 而且你们都选好对不对 对 来 那我看一下 好 我看一下 好 我看一下 脚踏车 你那是太阳马车是不是 太阳马车 南瓜马车 而且一定要南瓜吗 南瓜 帆船 飞机 什么 你那是云还是楼梯 天梯 天梯 那我觉得浩俊这个东西就很酷了 他要怎么样到天堂去呢 你告诉我 像那个龙包的电影里面 就是龙包常常就是有一段 他是用这个雨伞 然后坐着那 踩着那个陀螺 这样往上飞 所以就像一个浮公音一样 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 然后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一群人就拿着雨伞这样子 对吧 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在天空中 好 这是浩俊的选择 还有呢 我发现你们好多人选楼梯 有电梯 来 陈兄 你那个是什么 手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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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手扶梯只能往上 你不能往回走了 所以代表死亡已经不能 不可能 不一样 对不对 好 这是你看到的 邀东你选的是什么 我选择的是楼梯 楼梯 为什么是楼梯呢 相对于电梯的话 我觉得楼梯的话 会更加的朴实 然后同样是迈向死亡的话 迈向死亡的话 我选择的是一个比较平静的方式 是吗 对 并不会是用电梯的话 会感觉颇有奢侈以及华丽 对 对 你要知道这公车闲置 他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人 据他的世界里面 陆地上最快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就是铁路 在日本文学意象里面 火车代表时间 我们坐火车是一样 从台北到桃园 我们坐了一段 可是中间我们知道 我们去什么地方 我们记得某一些风景 大部分都遗忘了 这就是公车闲置 他写作是我们铁路的原因 就是我们趁着时间往前走的时候 很多事情我们记得 大部分都遗忘 但是留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 一定有它的寓意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听听三位同学 为我们来朗读银河铁道职业 有一天 幼鼠发现蝎子 差点吃掉蝎子的时候 蝎子拼命逃跑 眼看就要被幼鼠抓住 前方突然出现一口井 蝎子掉进去 而且怎么都爬不上来 眼看就要淹死了 这时听说蝎子是这么祈祷的 唉 我这辈子不晓得 夺走了多少性命 这次换我就快被幼鼠抓住了 我虽然拼命逃跑 最后还是落得这样的下场 一切都完了 我为什么不乖乖把身体 献给幼鼠呢 这么一来 幼鼠也可以多活一天 圣地啊 请提倡我的心意 不要让我就此往送性命 下次转身的时候 请让我的身体 让大家幸福 蝎子是这么说的 于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蝎子发现自己的身体 变成一团线红美丽的火 渺燃烧着 照亮了黑夜 好 谢谢刚才三位同学的朗读 那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一段 听说蝎子是这么祈祷的 这是截录的部分 那无论是蝎子 跟这个幼鼠的故事 你们认为这段故事 到底公则贤智 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我们先问一下 这个有朗读的同学好 蔡柔 我觉得她是在讲 牺牲自己 来成全别人 因为有时候 其实我们 把自己 牺牲掉 可以让其他人更幸福 就像 如果一个团队合作 我如果可以先做我自己 能做好的 就让其他人比较轻松 就比较 快把这件作品 或者事情完成掉 是 好 这是彩龙的想法 谢谢彩龙 好 这是你了 对 对 我觉得作者只是 很单纯想要描述 刚刚两位说的 提升跟奉献 可是 只是那种蝎子 因为蝎子跟幼鼠 比较强烈的对比 因为蝎子 在我们一般人眼中 可能是比较不好的 因为它有那些毒性 什么的 那幼鼠 就是 那里面好到哪里去 对 就是我觉得 所以 这样的两个 比较起来的话 会让我们蝎子 更有 感觉到 它是比较 跟我们讲的说 蝎子跟奉献 是 好 这是盛沛的想法 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 有没有 陈翔 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 一样是蝎子 可是 他是在讲说 要怎么把自己 生命的价值 留在这世界上 因为我们 都会死掉 我们不可能说 永远都在这里 那 就是你说我们死了之后 后人是用什么方式 来知道我们 是 所以我觉得 他讲的应该是 自己生命的价值 好 谢谢陈翔 有没有人觉得 这个试验太好了 我看了之后 我也想牺牲 牲自己奉献别人 如果愿意看了故事之后 觉得人生 就是为了要别人牺牲了 可以就举圈 不愿意的 觉得说 我还是想一想话 就举叉 那我看一下好 一二三 你看 大家差的还是多吧 对不对 大家还是差的 来陈伟 你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如果牺牲自己的话 能成全别人 但如果你牺牲自己 然后成全别人 是一个坏人 或是一个杀人犯之类的 我是觉得 这是没有必要的事情 那立川呢 你自己觉得呢 我看法是 跟他一样 可是 因为 我如果是牺牲 是来帮忙 就是如果可能是 对自己无伤大雅 然后又可以帮忙的话 那我会尽量帮 但是如果是帮那种 损人不立即 或是 可能一样 就是不太好的事情 或是什么 可能去帮别人 打风或是 可能就不太好 那就是不是 就车手这样 对 立川要讲到一个很重点 就是 不是损人不立即 是无伤大雅 如果是无伤大雅 就无所谓牺牲了 你知道 牺牲是你要交换出去 这个是很珍贵的东西 例如说 现在 爸爸妈妈跟你讲说 我们家现在经济非常非常不好 你不能读书了 所以你必须要 要出来工作 那你每个月 所有的收入 全部都要缴到家里面去 我们要还债 你愿不愿意这样做 仲庭 你愿不愿意 愿意 愿意哦 对 为什么 因为 爸妈很辛苦地养我们 是 所以 给一点回馈是可以 给一点回馈哦 不是一个月而已 可能是好几年 那就要想想 那宜萱呢 你自己觉得呢 我比较倾向愿意 愿意哦 为什么 因为就是 毕竟就是那些人 就是对我们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一点付出 其实也不算是 不是一点哦 还有你全部的 所以叫牺牲啊 就是那些全部的牺牲对我们来说 就是 比起 呃 重要人 的价值来说 就是其实只是一点点事情 后来他们完全不知感恩 怎么办 他们对我 你就是应该要这样做 那就应该 你要继续牺牲哦 那就应该啊 还是继续做 对啊 好 那太好了 五年后把你用了征婚启事 因为家庭牺牲全部的人 对吧 陈修 一半一半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 这很好 好 好 抛弃继承是不是 好 是好来谢谢陈修 谢谢 作家公则贤智 由于深受佛教影响 一生不断与生命奋斗 也不难从作品看见他对世界 牺牲奉献的精神价值 在银河铁道枝叶书中 一段描写铁达尼号 乘船时的人性抉择 如果是你 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船快成了 可是通往救生艇的地方 还有很多小孩和他们的父母 我实在没有勇气推开他们 就这样和孩子一起到天主眼前 或许还比牺牲别人 解救他们来得幸福一点 但又觉得 宁可由我一个人 来承担背弃天主的罪名 也要尽全力解救他们 如果你是青年 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有选C的吗 来我看一下 123 有没有 惠柔你选C 你有什么样的选择选项 因为就是我想要让孩子自己决定 他想不想要继续活着 是 很多时候孩子里面 心里面在想什么 其实父母没有想过那么多 只是把自己觉得最好的 就给孩子了 但是其实孩子 可能搞不好 他根本就觉得活着很痛苦 然后要考试要读书什么 所以其实搞不好 孩子他也没有想要活下去 父母也要他活下去 或者是父母今天死掉之后 孩子剩一个人的时候 他今天可能会活得更痛苦 所以孩子他自己心里面怎么想的 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帮自己做决定 是 所以 这是你的厌世观吗 对不对 好 谢谢一辉了 来 谢谢 所以这个班长你选的是什么 是B 对不对 所以我选A 很选A 好 那A 牺牲别人的小孩救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 就是这种正在父母的心里 就是父母基本上都会认为 要先为自己的小孩好 那我主要是会这样想是因为 小孩嘛 就是没有所谓的优先什么 老若父母之类的 就是一样的小孩 可是 父母基本上他们都会思考 就是 要让自己的小孩存活下去去 让他们完成自己的未来 就是他们不会去思考到 别人的小孩对于他们来讲 到底重要不重要 就是他们会 会把自己的小孩放在优先所谓 是 所以你的想法 所以如果说 你真的不幸搭到这艘船的时候 然后你的父母亲不见了 那现在不见了 现在没有找到 他们可能获救在其他地方 然后现在你跟 你跟彩柔一起在水里 然后彩柔的爸爸划船过来了 他只能救一个人 你希望他救你还是救他 如果 如果他不是我爸爸的话 不是 正常 他一定不是我爸爸 对 正常 正常人应该觉得说 正常人应该觉得说 事先救自己的小孩 可是在水里溺水的人 当然一定是希望救自己 是 对 那个彩柔 刚才你选的是B 对 所以现在爸爸划船过来了 要牺牲你救 要救子萱 你愿意吗 不愿意 你刚才是选B吧 如果是现在爸爸划船过来 怎么办 你要你爸爸救你 还是要救子萱 好困难 当然是希望能救我自己 对 对 非常好诚实 对不对 好 来 先坐下 不要困难你了 这边有一句话 当全世界的人都幸福的时候 才有个人的幸福 来 赞成的话 举圈 不赞成 举差 一 二 三 差不多就是差 慧柔 你呢 我觉得 幸福和快乐是一个 会传染的情绪 就是当别人开心的时候 他也会把周遭的气氛 带得很开心 所以如果大家都很开心的话 然后 那个快乐就是扩散开来 然后大家就可以 就是自己也会感觉到很开心 是 所以这是慧柔的想法 那仲婷你怎么想呢 就是幸福一时可以传染 是 如果说早上如果爸爸妈妈 都很开心的话 自己也会很开心 是 因为不会看到他们 沮丧的背上的脸 是 所以自己的一天 就会很幸福 好 那你这句话反过来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一个人很幸福 但是全世界如果都不幸的时候 你也不算是真正的幸福 这句话反过来的意思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耀东你觉得呢 我觉得的话让全世界的人 全部都幸福之后 你才是幸福的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 有一点问题的 对 因为 同样的 你说你要让全部的人都幸福 然后你才是幸福 那这个观点大家都认同 隔壁的人也是认为这个观点 但是我还没有认为 全部的人都幸福 所以说我现在不幸福的 那么隔壁的 发现旁边有一个不幸福的 那他也就不幸福了 对 对啊 好 所以这是耀东的想法 因为幸福竟然可以互相感染 那不幸会不会互相感染 会不会 应该也会嘛 实际上他的 他的概念其实很简单 世界是一体的 你真的想想看 全世界的人都在过得不幸 或全家人过得不幸的时候 大家都为了钱 酬因产物 然后被债主逼 之后你可能开心地上学 开心地回家 你不觉得这是一件 怪异的事情吗 所以功德贤之他要我们去想 他没有给我们解答 他要我们去想这件事情 那当然呢 每一个人 从银河铁道之夜里面 都看到幸福跟快乐的模样 有的人认为幸福很简单 有的人可能要透过牺牲 要透过奉献 但不管怎么样 是你们搭上车之后呢 你们的终点在遥远的未来 所以在这一段路上 你们还会跟很多人相遇 你们以后可能会 你们出社会之后 然后你们跟很多人在一起 工作也好 然后你们以后有一些 会结婚 有一些走到不同的人生的道路上 你们每一个阶段 幸福的定义都会改变 都会改变 但是呢 我希望就是你们去思考的是 你们在今天讲的 就是无论是牺牲也好 简单也好 在五年后 十年后 是不是还那么适合 好不好 那今天谢谢大家参与 谢谢 我觉得这本书 用一个带领的方式 带领的方式 让你慢慢看到 最后这个结局 我觉得你也可以说 它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吧 对 就是它不是就 就是让你发现 这是死亡 我要带人去面对它 是透过一个过程 让你慢慢发现 死亡 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用童话的方式 用一个银河之旅的方式 它似乎是希望带着那些 不愿意正视 或是走不出去的人 有一个疗伤 或是有一个逐渐面对的过程 身为一个读者 去进入到作者的心境 甚至透过作品 去了解更多不一样面向 或透过一些时代的氛围 创作的一个历程 更能够亲近跟接近一个作品 我觉得也都是可以让自己 从作品当中获得更多收获的一种方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